哈囉 再看youtube的同學 你好 我是Ryu 呃... 今天的頭髮呢 有點特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那就請大家 呃...不要太注意那裡 好不好 RyuTV 有一位同學問 小米期限跟消費期限 這兩個有什麼區別 所以呢 我今天就拍這個影片 一邊教日文 一邊跟這位同學解惑這個問題 呃... RyuTV的觀眾 你一定有買過日本的食品吧 如果你現在手上有任何日本的食品的話呢 可以拿來看一下 就後面呢 一定會有貼這個 小米期限 或者消費期限 的其中一個 那這兩個呢 漢字喔 雖然完全不一樣 但是呢 念法就差一個評價名 雖然呢 其實還挺亂的 那這兩個呢 看起來意思一樣 就是指食物過期 但是呢 其實他們兩個的意思不一樣哦 有沒有人發現呢 為了幫助大家學習日文 那今天呢 我就用日文來解釋這句日文 賞味期限とは おいしく食べられる期限 期限過ぎても 食べられなくなるとは限らない 這是在日本的部落格拉下來的 所以我想應該是正確的日文 おいしく食べられる期限 那就是 可以好吃的期限 那也就是 美味品嘗的期限 期限過ぎても 就算過期了 食べられなくなる 變得不能吃 とは限らない 也不是說 會變得不能吃 也就是 就算期限過了 也不是說 完全它就不能吃 就是會變得不好吃 這個意思 怎麼樣 這樣的解釋 你可以嗎 消費期限的日文呢 是可以這樣解釋的 安心して食べられる期限で 期限内に消費する必要がある 安心して食べられる期限 也就是 可以安心的吃的期限 期限内に消費する必要がある 就是 你必須在這個期間裡面 把它給消費掉 也就是吃掉 所以這個消費期限 消費期限呢 就是講 這個食物 你必須要在這個期間裡面吃掉 不然你就會 撈傘 怎麼樣 有沒有知道這個 消費期限跟消費期限的差別呢 簡單的 總結一下 消費期限就是 美味品嘗的期限 就算 表示了這個日期已經過了 也不是說 這個東西不能吃 只是 味道會走心 另外一個消費期限呢 就是 你可以安心的吃得起一些 也就是 食物過期的東西就會壞掉 消費期限呢 通常就是一些 可以保存比較久 長期保存的食物上有的標籤 比如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 麻婆豆腐的底料 有沒有看到這裡 消費期限 這裡呢 2017年的1月21號 你看多長 還有一年多 你可以保存 但是呢 像這種食品 的話 你就要注意 來 我們看一下 左下角這個地方 就是 開封後 必須 使用 就是 像這種消費期限的東西 你一打開它呢 就要馬上吃完 或者要在短時間裡面吃完 那像這種消費期限的日期呢 通常都是說 它在被開封之前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用它建議的保存方法 保存的期限 那這裡要注意的就是這一點 那另外一個消費期限 通常有的食品呢 就是一些生鮮的食品 比如說 魚啊 雞蛋啊 麵包之類的 短期 時間裡面會過期的東西呢 他們都會貼這個消費期限 呃 生鮮的東西 比如說 你看這個大美的模型 消費期限 3月15號 哦 也就是今天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給吃掉 希望這個影片呢 有解答到這位同學的問題 也同時對大家呢有這個幫助 下次呢大家在日本買這個伴手裡回來 結果到了一段的時間沒有吃 然後看到這個 消費期限 欸 過期的 然後把它丟掉 但現在呢你不會了 因為你知道消費期限就算是過期 它也可以吃 只是這個味道會變得比較不新鮮 但是還是可以吃 不要丟掉哦 那這個消費期限 如果大家看到消費期限 消費期限 的話 就盡快在這個期間內吃完 但是 對我們在日本的外國人來講 日本的消費期限呢 有一個傳說 就是 過期了一個星期 所以還是可以吃 好 辛苦了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給我們一個贊 還有分享給同學 不要忘記 訂閱我們的頻道 非常抱歉 就有同學講 希望我們可以拍一些 白色情人節 話題的影片 但是昨天呢 對啊 就推出這個超商的影片 因為Yuma也忙嘛 然後呢 也沒有說什麼特別的慶祝 就是會買一點小東西給她 這樣也慶祝我們的 白色情人節 然後今天的結尾就簡單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